中国网球名将彭帅在微博自曝 和张高丽有多年不伦练后 还被张高丽使乱中弃 虽然文章很快被下架 连彭帅也被销声匿迹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局局长 石板明夫研判 彭帅可能遭到软禁 但我听到的消息是 他现在人在还在北京 而且已经进入软禁的状态 家里住的小区附近 还有很多警察 所以说这个他人在北京 被控制起来的消息 我认为是比较确实的 彭帅突然人间蒸发 原本网传是逃到美国 但石板明夫根据掌握讯息 他更可能在中国被软禁了 更抖出世界内幕 彭帅选择鱼死网破的爆料法 是因为已经身怀六甲 彭帅怀孕想找张高丽 给小孩子要一个名分 然后张高丽让他把孩子拿掉 双方发生个矛盾 张高丽拒绝见面 彭帅就鱼死网破 在当天晚上 12月当天见面的晚上 把这个微博发出来的 彭帅怀孕的今天消息 虽然因为他被消失 无从查证本人 然而当初爆料文章 上微博却躲过层层AI审查 存活了20分钟才被下架 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认为 和中共内斗有关联 毕竟中共对于高官 以及敏感词汇层层审查 彭帅却能顺利发文 研判可能是有人 想让子弹飞一会儿 时间点刚好在六中全会前夕 超到好处的20分钟 能引起讨论截图 又不会伤到极权中央的统治 彭帅的悲剧 背后恐怕还藏有 共产党斗争一面 三天新闻陈俊杰 各子刚驻属军城 将我们的报导